抗日战争是我国历史上最为沉重的一场灾难 在这场国难之中 我国共有3500万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而我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以及新四军 则在这场战争之中发挥了极为深远的作用 并且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在NHK士兵正眼系列纪录片中 当年的日本华北治安战老兵 也亲口承认在中国大陆 日军的主要对手其实就是八路军 正面战场的国军 仅仅只是在抗战的前期担任了主要作战的任务 在漫长的战略相持时期 日军与我军之间发生的战斗 基本上都集中在八路军活跃的禁忌鲁鱼地区 而在八路军与日军的漫长斗争期间 我军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而在这场战争之中 我军牺牲的最高将领就是左权将军 为了纪念左权将军 甚至山西省晋中市的辽县 还特别改名为左权县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中央军委在经过两次审议之后 确定了三十六位将领 并且授予其军事家的称号 而在这三十六位军事家之中 有一位格外的引人关注 他就是左权 左权与其他三十五位将领最大的不同点 就是在于他的学历是三十六人之中最高的一位 左权是黄埔一期与苏联福龙制军事学院的双学位人才 在当时这样的人是极其少见的 甚至就连主席都评价左权是 枪杆子 笛杆子 两个杆子都要硬的左权 左权出身于湖南省乡下的农村家庭 自幼家中就相当的贫寒 左权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上面还有着四位哥哥姐姐 而在左权三岁之前 家中的父亲以及祖父就相继去世了 左权兄弟五人 其实是母亲在叔父的帮助下拉扯大的 因为家中贫苦的现状 左权很小的时候就非常的懂事 六岁的时候 左权就会上山砍柴 下地干农活 也正是因为如此贫困的家庭情况 让左权很小的时候 就萌生了改变命运的想法 而在当年 能够改变命运的方式并不多 而读书是其中希望比较大的一个 但是因为左权经常需要回家干活 因此 左权经常会在春季农前的时候入学 休季农忙的时候再戳学 别人五六年就读完的小学 左权硬生生读了九年 而且当时左权的家里也没钱供他读书 左权还必须跟着自己的叔父 四处五狮子为自己筹措一点学费 而左权出生的一九零五年 正是大清帝国的最后几年时光 日俄战争以及各地的革命暴动 一步步地将腐朽的大清帝国推向死亡 而在清帝国覆灭之后 便是无比混乱的北洋军阀时代 随着左权的成长 他逐渐意识到了 军阀倒行逆施 根本就不在乎国民们的生命 如果不推翻这些军阀 那么中国永远都不会好起来 基于这种想法 左权果断决定 弃笔从容 并且在一九二四年 加入了光中大本营路军讲武堂学校学习 左权在广州讲武堂 认识了之后 影响了自己一生的挚友 陈庚 在黄浦军校成立之后 广州讲武堂与其合并 左权与陈庚 也成为了黄浦军校第一期的学生 在黄浦军校期间 左权刻苦钻研军事理论学术 另一方面 由于受到早期黄浦军校 整体政治气氛偏左的影响 左权也如同自己的名字一样 开始变得越来越左倾 好友陈庚注意到了 左权的这种变化 便推荐左权 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而在左权读完这本书之后 果然不出陈庚所料 左权的思想禁锢被彻底打开 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之后 陈庚向左权介绍了黄浦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也就是日后我们敬爱的总理 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样对左权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周恩来在黄浦军校内倡导拒绝盲目服从 士兵应当学会思考 懂得思考 左权在日后对自己的女儿左泰北说道 我当年啊 就是在这个时候找到了自己的目标 懂得我们这些人是要去革命的 是要去解放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 1925年 左权在陈庚的介绍下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 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进入了自己人生的新阶段 宁汉河流之后 中国的革命形势陷入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谷 而苏联为了支援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 在福隆之军事学院开设了专班 专门帮助攻农红军培养优秀的将领人才 而左权由于俄语水平较好 成为了第一批前往苏联学习的我军将领 1930年 左权回到了中国 并且在中央苏区工作 在中央苏区期间 左权参加了历次反围角战斗 为中央苏区立下了汉马功劳 而在长征开始之后 左权也参加了四渡赤水 强渡吴江 巧夺金沙江等战斗 战斗期间 左权以参谋的身份 数次为我党我军做出了极高的贡献 在此期间 左权给大哥写信道 我虽归国 但恐十年无法归家 老母赡养 还当托于长兄 弟不孝 将全力贡献革命 西安事变之后 攻农红军被改编为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左权担任八路军的副参谋长 在此期间 左权给自己的叔父写信 并且在信中说 既我不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然当局对我不仍极为苛刻 但我党将士 皆有一个决心 那就是为了民族大义 我们过去没有一个铜板 今天依然不要一个铜板 过去吃过草 今后还是准备要吃草 改编之后 很多将士都特别的不理解 毕竟国公内战打了快十年 突然一夜之间就说要被整编了 无论是谁 一时之间都不能接受 左权作为副参谋长 便深入到基层战士之中 一个一个地开导战士们 左权讲话浅浅易懂 深得基层战士的喜爱 有一次左权就以西瓜举例 开导战士们 你们都吃过西瓜的吧 西瓜都是绿皮红嚷的 咱们干革命也是一样低 皮可以是绿的 可以是白的 是什么颜色的 那都无所谓 但是心永远都是红的嘛 我们党就是为了 挽救民族威王而建立的 这就是我们干革命的根本目的 今天我们党 为了挽救民族威王 决定采取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战略 名称是改掉了 但是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 那是永远都不会 也永远都不可能改变的 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计划 左权被中央任命为了 第二纵队司令员 与朱德以及彭德怀两员大将 一起带领着八路军横渡黄河 前往太行山地区建立八路军总部 朱彭佐也称为了八路军总部的代号 而左权在创立了太行山根据地之后 又先后创建了女良根据地 以及五台山根据地 这些根据地无一例外 全部都在山西省境内 然而 这些根据地的建立过程 却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 在1938年 武汉会战中期的时候 日军就已经开始准备 对我党在太行山地区的革命根据地 进行扫荡 当时日军出动三万兵力 分兵九路 从山西东南面进入 准备吃掉我军的八路军总部力量 在这个关键时刻 正是左权在五湘县的马木村 带着八路军战士成功地阻击了日军 甚至进一步地攻占了沁县 解围了八路军总部 1939年 武汉会战已经结束 国军在正面战场 基本上已经丧失了对抗日军的力量 日军同时也失去了 继续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 进行进攻的能力 抗日战争 转为战略相持阶段 日军此时 开始将大量的主力部队 调集回晋级五余地区 对我党的革命根据地 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扫荡 而左权也在这一年 于北越地区的黄土岭 成功地包围了日军阿部闺秀部 成功歼敌900余人 击毙日军名将之花 日本关东军第一师团 第一旅团旅团长 中奖阿部闺秀 他也是抗日战争期间 被我党击毙的军衔最高的日军将领 1940年秋季 朱彭佐联手发动了百团大战 历时三个多月 大小战斗 共计1824次 拔掉日伪军 据点碉堡2993个 歼灭 俘虏敌军 共计4.4万人 开创了抗战来 我军最大的一次战过 1941年 左权再次指挥了黄牙洞保卫战 当时以日军第36师团为首的 共计7000余人的部队 浩浩荡荡地包围了黄牙洞地区 左权带领着八路军总部特务团 以仅仅一个团的兵力 阻击了敌军整整八个昼夜 成功地掩护了总部的转移 这场战斗 我军对敌造成了2000人的伤亡 敌我伤亡达到了6比1 这样的比例在当时是相当的罕见的 因此此战也被中央军委称为反扫党模范战斗 1942年 日军再次纠集起了2.5万人的兵力 对我太行根据地展开了大扫党 而这一次 日军充分地发挥了其擅长结营债 打呆仗的优势所在 对我党根据地展开了所谓的求荣政策 展开铜墙铁壁 使徒困死我抗日根据地 当时左权给自己的妻子写信道 这一次扫荡 我根据地遭受的摧残是空前的 敌人的政策 企图将我们的根据地变成一片焦土 在三光政策之下 他们见人就杀 见屋就烧 见粮食就污染 见牲畜便迁走 甚至就连偏僻山沟都因此受到了损失 整个太行地区仅仅只有寄稀一处 情况稍好 其余地区奇壮奇惨 敌人开始频繁地对军队机关的指挥驻地放毒 在工厂 地方以及机关单位 甚至是群众的家中 都充斥着各种有毒物质 再也无法居住使用 而在这一年的五月 我八路军的总部 再次遭到了日军的包围 被迫转移到了山西省辽县的石子岭一带 当时与八路军总部同行的 还有我党北方局总部 以及各机关单位干部 以及根据地群众 共计一万余人 然而在辽县 我军再次遭到了日军的全面包围 五月二十三日 我军再次被迫转移 当时仅有总部警卫连二百余人 阻击日尾军两千余人的大部队 战斗打得相当的辛苦 我军原定二十五日的转移 被迫在当天就紧急展开 而朱彭左之中的左拳 就是最后一个撤离的 在撤离前 彭德怀坚持要和左拳一起留下来 左拳说道 你的转移事关重大 只有你出去了 总部才能够得救 现在不是你耍脾气的时候 快走吧 彭德怀还是不动 左拳直接挤眼了 命令警卫连长唐万诚 连人带马 立刻给我推走 不要让我再看见他 彭德怀感动不已 在警卫战士的掩护下 策马离去 后来彭德怀经常感慨到 是左拳救了我一命啊 然而 左拳却在十字岭 指挥最后一批人员撤离突围时 被一尾弹片击中了头部 当场牺牲 十年仅37岁 左拳也是我党在抗战时期 牺牲的军衔最高的将领 其牺牲抵辽县 后来也被更名为左拳县 左拳牺牲之后 朱德作师到左拳 名将以身训国家 愿拼尽热血未无花 太行好气传千古 留得清张图雪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